世上所有的安逸都在你的脚边 信徒在你仁慈的庇佑下无所畏惧 猴神哈姆曼传说是孙悟空的前世 在影片中猴神也像孙悟空一样 经历磨难一步步将爱放在了坚持多年的信仰之前 真正从狭隘的印度教徒变成了国爱的猴神 从人性转变成了神性 泪目叔叔 罗魔神万岁 小提示 本片影评涉及剧透 没有看过的小伙伴看完再来 效果更加优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这部印度电影于2018年3月 两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当时反响特别大 小编的朋友们都说 这部电影一定要看 很感人很值得 小编看完后 眼泪就那样顺着眼颊流下 完全控制不住的好吗 完全控制不住 实在忍不住了 这么令人心动的电影 一定要写片影评 今天让小编带你再去重温这段故事 一个善良的印度猴神大叔帮助吧 基斯坦是与女孩回家的故事 还记得这一幕吗 在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泪流不止 猴神的表情和小萝莉的表情 真是鲜活的对比 相信看过电影的人 都能明白两人内心复杂的情绪 现在让小编带你 重新回温这个故事 沙西达 一个女孩6岁了不会说话 母亲带她坐火车 去祈求真主实现 让女儿说话的愿望 可在反车途中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为了就一只掉进土坑的小羊 高下了火车 从此与母亲失散 女孩使劲朝开动的车挥手 却因为施语说不出一句话 就这样招手变成了 和火车挥手再见 女孩就这样留在了另一个国家印度 小萝莉和猴神大叔的首次相遇 是因为一场舞蹈 我一直很喜欢印度的舞蹈 猴神大叔的出场舞 真的震撼了全场 饿了一夜的小萝莉 就这样缠上了猴神大叔 然后被猴神大叔带回家 猴神大叔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经历了11次高考后 才成功考上大学 可他的父亲 却因此兴奋过度离世 让一个人家收留他 就这样 他和那户人家的女儿拉倩卡 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在拉倩卡的父亲 安排拉倩卡相亲见面的时候 拉倩卡牵着猴神帕万的手 出现在父亲面前 他对父亲说 父亲 您说每个女孩 都应该在未来丈夫身上 看到父亲的影子 我在帕万的身上 看到了您的影子 让人欣慰的是 这位父亲丝毫没有责怪女儿 而是转身对相亲的那家人说 不好意思 我女儿不愿意 就这样已让帕万亲手努力赚钱 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为条件才允许 他和拉倩卡成婚 多么声名大义的父亲 多么欢喜的开始 可是帕万遇见了小萝莉 善良的帕万收留了小萝莉 可偶然间发现小萝莉是穆斯林 一直很感动帕万的女朋友 拉倩卡所做的一切 在拉倩卡的支持下 帕万带小萝莉去吃鸡肉了 下面是帕万和拉倩卡 带着小萝莉去吃鸡肉时的歌舞视频 多么欢喜 为了可爱的小萝莉 为他破一次结 可是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 他们发现小萝莉是巴基斯坦人 拉倩卡一家 是绝对不允许巴基斯坦人在家中的 自从我遇见你 一切都变得很糟 终于你有机会回家了 现在你该离开我了 我求你了 让我走吧 回到你的家乡 说完这句话 帕万离开了 我们看到了帕万和小萝莉 彼此的不舍 可多么好帕万回头了 那个中介把小萝莉给卖了 帕万去拯救小萝莉的时候 超级帅的有木有 谁敢动他 帕万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现在我要亲自送慕尼小萝莉回家 于是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 小萝莉和猴神踏上了 慢慢回家路 而此刻拉倩卡的父亲 说了这样一句话 当飞机施压时 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 再去帮助别人 帕万伸之路途艰难 却还是毅然决然地送慕尼回家 重重阻难 没有签证 被当作印度间谍 被追杀 被打 但不论怎样 这段旅途是顺利的 在很多善心人的帮助下 在这段旅途中 帕万和小萝莉遇到了一位记者 这位记者的加入 让这段回家路变得更加温馨 尤其是他亲手拍下 帕万送小萝莉回家的视频 并利用互联网让大众看到 这个故事 可以说是他拯救了帕万 在即将到达小萝莉家的时候 为了引开敌人 帕万被抓了 但不管怎样 他的付出最终让母女相遇了 在记者把帕万送女孩回家的事 频发到网上的时候 印度国民为帕万敞开了大门 巴基斯坦国民在对面拥戴他 就在帕万被从监狱 释放即将回国的刹那 小萝莉开口说话 叔叔 罗魔神万岁 猴神大叔就在那一瞬间回头 两人在两国国民期许的眼神中拥抱 画面定格 最后让我们再重新回温一下 他们相见时的音乐 音乐声响起的那一刻 小编 不会告诉你们我哭成傻子 张培 2018年4月22日 2018年4月22日 小感动 大温馨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承袭了印度电影一贯的幽默和搞笑风格 但他最精彩之处 其实在于他以小见大 运用小人物之间的温暖情感 升华到国家和民族信仰的高度 感染力爆棚 那种超越信仰和民族的大爱极其动情 让人分分钟潜然泪下 前一秒还在捧腹大笑 后一秒已经在偷偷擦拭眼角的泪水 窦丁乖导演一次次用情感打败 和拆解了政治意义上的翻离与障碍 让人性中本能的善意 最终战胜了人们头脑中的狭隘与恶毒 这是让观众动容的根源所在 两个多小时展示出的宗教间的冲突 政治上的敌对 边境上的铁丝网 和人们内心深处的仇恨 都被一个执拗的男人 和一个萌萌的小姑娘化解掉了 剧终 猴神大叔从未跨过自己的道德底线 始终保持着近乎迂腐的纯粮 却完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更让人感动 爱不分国家不分宗教的主题 Marily怕万勇敢地选择了 忠于自己内心的善良与信仰 冲破重重贤祖帮助素不相识的小女孩 找寻自己的家 而刚好 这样的故事还是发生在印度 与巴基斯坦两国交界的地方 两个国家的之间政治冲突 导致了两个国家乃至民族间的仇恨 却因巴基斯坦小女孩在印度走失 被印度的好心大叔 不畏来自民族间的仇恨 宗教间的对立 政治的冲突 毅然决然地要将小女孩送回到父母身边 清新小萝莉 在挥手追火车的那个场景 我曾经梦到过 真是相似 我也曾在梦中追过火车 可是即使被火车丢下了 小女孩也不过是流下爱了一滴眼泪 整部电影《沙西打小萝莉流泪》的镜头不多 这算第一次 第二次便是在帕万家生活时 第三次被帕万丢在中介 第四次是看到帕万被打时 最后一次便是和母亲团聚时 每次小女孩流泪 对观影的人而言 都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你说得对 她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剧中有太多好人了 是这些善心人的共同努力 成就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结局 善良的人是那么多 我始终坚信 为了慕尼小萝莉 我愿意去任何大店 你为了慕尼 真的做了太多太多 岂止是进穆斯林的大店 如果让这个男人 在巴基斯坦监狱度过下半生 这会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应该让我们的孩子 在爱的滋润下长大 而不是怨恨 和你们这么多人相比 我们只是少数人 相信现在的你 对这几句话的印象和小编 是一样深刻的 就让这份感动 永远留在我们彼此的心间吧 培根